PS5直播玩游戏 边玩边录像需要哪些设备 需要多少钱 想尝试游戏主播的小白 可以参考这个视频 首先需要一台PS5和一块屏幕 用来玩游戏 还需要一台带屏幕的电脑 通过采集卡不获游戏画面 通过麦克风解说 通过摄像头把主播画面拍进去 然后通过直播软件 把这些内容打包推送给直播平台 以上说的这些设备 除了PS5价格比较固定以外 其他价格浮动空间都比较大 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便宜和贵的方案我都说说 比如麦克风 可以用笔记本电脑自带的麦克风 不用花钱 也可以买1000多块钱的麦克风 再配个1000多块钱的声卡 收音效果肯定比免费的好 电脑的配置和价格也是参差不齐的 想要便宜 可以用老笔记本自带的那个核显直播推流 UHD630就够了 我用的是8000多块钱的RTX4080显卡推流 这个严重过剩吗 不一定 当你录制4K60AV1编码游戏的时候 就知道是否过剩了 下面说说采集卡 有几十的几百上千的 品牌众多 该怎么选呢 我感觉游戏直播画面很重要 各位在买的时候注意这三个参数 1080P的分辨率 每秒60帧 色彩是RGB 特别是最后这个RGB很关键 直接关系到游戏画面的观感 根据我的了解 一般六七百块钱的采集卡 只能采集到1080P30的RGB 录制游戏最大能到4K30 不是4K60 4K60的采集卡现在都很贵 我看有1500的 有2700的 不过最近我遇到了一个新的采集卡 久因久世的UX20 它是HDMI 2.1的 可以采集4K60和1080P60的RGB 不到1000块钱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款神奇的采集卡 因为它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首先它使用的是 2023年全新的ITE芯片 它的性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输入和环出都是HDMI 2.1的 还送了一条2.1的线 PS5也是2.1的 采集卡支持VR PS5也是支持的 可惜我的显示器不支持VR 这个没法测试 它最大支持1080P240帧 和2K144 和4K60 采集卡有一块屏幕 可以显示当前的分辨率和帧率 温度 HDR还是SDR 以及USB的版本 这点很人性化 这个价格 这个性能 这个功能 又是一次科技的进步 最后我说一下 我是怎么用的 直播 PS5游戏用的是1080P60RGB 游戏录像用的是4K60MGPEG 色彩最好的是RGB 然后是YUI NV12MGPEG 可以边玩边录 4K直播同时加存储 很多种玩法 其实PS5也有内录功能 支持4K60 外部M格式 就是压缩的有点狠 最长能录制一个小时 不过PS5录制4K60的视频 多少会占点性能 另外我还遇到过两次游戏闪退 最后导致精彩的游戏片段 没能保存下来 这点很可惜 外露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外露更方便控制 更稳定 它还能让PS5玩游戏 更专一 更稳定 这块UX20采集卡 我用了有半个多月 画面清晰 色彩还原度比较好 延时也不错 缺点就是温度有点高 室温33度 采集卡长时间工作 能到56度 其实芯片支持的温度 能到80度 50多度 不会影响性能和寿命 友情提示一下 长按采集卡的指纹键 可以关闭屏幕 可以降低温度 能降极度 这块采集卡 应该算是中高端级别的 如果预算不多的同学 可以考虑用PS5内录4K视频 也可以考虑便宜的采集卡 我用过几十块钱的 可以采集到1080P30帧 MGPEG的色彩 给各位参考 大家各取所需 关于PS5游戏直播录制的硬件选择方案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各位有帮助 有问题 咱们评论区见 谢谢大家 好